9月24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首场新闻发布会 介绍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宁记者表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综合国力 社会生产力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服务贸易第二大国 使用外资第二大国 对外投资第二大国 同时 中国信息化深入发展 新四大发明已成为常态 1952年至2018年 我国GDP从679.1亿元 跃升至90.03万亿元 实际增长174倍 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 实际增长70倍 居民在网上购物 用手机支付 其共享单车 坐高速列车 成为常态 所谓新四大发明 会上财政部部长刘坤 介绍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相关情况 他表示 2019年中国减税降费的规模空前 政策汇集面非常广 几乎所有纳税人都能得到实惠 目前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情况和预期基本相符 减税量略超预期 今年前七个月的情况看 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是13492亿元 里面新增的减税是11740亿元 分行业上看 制造业新增减税3648亿元 占31% 收益是最大的一个行业 从经济类型看 民营经济新增减税是7451亿元 占63% 税益是最明显 减税的效果如何 实际上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和纳税人是最清楚的 这个社会上普遍反映 今年实施的综合性一篮子的减税降费政策 是最直接 最有效 也是最公平的 会上有记者问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情况 刘坤表示 目前运行总体平稳 养老金发放有保证 下一步 财政部将从提划补改四方面入手 推动养老保险制度公平可持续发展 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企业的志工养老保险补助资金是5285亿元 同比增长9.4% 这个增长的幅度也是相当大的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城镇志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基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尽快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确保亿万人民老有所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